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鎖定九點熱話題 我是秦林謙 小營新聞開始 先來關注的是 新北三重扶隆路建案 因為建商開挖地基 造成了鄰近兩棟房屋傾斜 今天新北市消防局 土木技師工會下午檢測後 包括了瓦斯供契 房屋傾斜變化都處於穩定狀態 在技師陪同下 新北三重扶隆路的疏散住戶 返家檢查災損情況 新藤花新鮮買的房子 建商疏施 出現裂縫 不只牆壁還有地板瓷磚也剝落 住戶還原前一晚疏散 只拿簡單衣物備品就撤離 我們隔壁洞的是 有聽到什麼撕裂聲 就是有那個什麼磚塊凋落 還是什麼叮叮叮叮叮的聲音 有 因為有瓦斯味 如果說有味 你可能就會有露出來的味道 疏散住戶被安排 住進家中附近的旅店 趁空檔回家再拎一大包衣服 因為這一住不知要多久 很不方便 住在這邊沒有家裡方便 對...很多東西都沒有 什麼你要幹嘛都很不方便 就算旅店住起來算OK 但怎麼說還是自己家舒服 而且就連隔天上班 可能都是問題 應變錯是我們就自己斟酌看看了 住戶被迫安置 想回家也得經過新北消防局 和土木技師嚴密檢查 那現階段大概已經差不多完成了 我們預計 大概預計在 最慢在下午3點的時候 我們會確定那個供氣的一個測試 整棟臨近建築物的一個傾斜 變化的情況的資訊 其實這個兩個條件都是處於一個穩定的狀態 陸續恢復水電瓦斯生活需求 接下來還得觀察房屋結構安全 住戶想返家恐怕沒這麼快 TVBS新聞中江南崔仲勳李宗哲 新北採訪報導 這起在三重的工地建案 導致臨近大樓傾斜 建商被棋底只成立短短4年 資本額只有1500萬 而且以前還是做襪子的 沒想到第一次蓋房子就出包 跟著土木技師還有新北市公務局 回到三重傾斜屋現場勘查 在工地前一天出狀況後 新北市長侯友宜二度到現場了解狀況 強調以居民安全為優先 只是出事的建商被棋底九場建設 只成立4年 過去沒有起照記錄 資本額也只有1500萬 在新北也只有這個建案 等於第一次蓋房子就出事 因為我們做襪子也是做名牌 做品牌的 我們都是以精靈品牌的理念 在精靈這個房子 但是有時候就是 可能就是怕萬一 但是我們絕對就是負責到底 在整個樹根過程 造成這樣一個嚴重的林審 當然是一定是個黑林丹 我們不斷的下令停工以外 未來如果他還有任何的建案 我們一定會全力的嚴格的督促 說已經把建商拉黑 也派公務局接手處理 但一旁還是湧入不少 擔心的鄰近住戶 因為雙北連續一個月 出現坍塌事件 民眾就擔心 自己會不會是下一個受害者 因為後面的住戶沒有沒有撤離 他們也會掌握 這個部分新北的冷 壓強不關注 這是我們早上開會說 林靜寫動 我們都不繼續做 副市長緩加 林靜住宅都有在山確認 安全掛保證 侯友宜仔細勘查 兩副市長也沒閒著 就怕被說反應慢慢拍 紅辣椒粉含致癌物蘇丹紅的 施安風暴持續擴大 國民黨立委徐巧鑫 以及資深媒體員黃耀明就爆料 涉嫌變造SGS公司檢測報告的 寄生公司負責人 疑似是綠營金主 還曾經在雲林縣長跟立委選舉 捐款20萬給中選會主委李靜永 還有致癌物 酸紅的毒辣椒粉流入台灣市場 引發食安風暴 涉嫌變造SGS報告的 寄生誠信負責人 遭到立委基報 也就是雅士嘉董事長 寄生公司董事陳軍任 也是雅士嘉的監察人 而在2018年雲林縣長選舉時 陳鴻志就透過雅士嘉捐款20萬 給中選會主委李靜永 檢視了這個誠信負責人 他的捐款記錄 包含了在過去捐款給民進黨籍 當時還是民進黨的李靜永 去選縣長 而在雲林 第二個是有一位同名同姓的 跟誠信負責人同名同姓的人 是捐款給雲林的立法委員 民進黨的劉建國 李靜永則強調 這已經是五六年前 依法申報的政治獻金了 和現在發生的事件 沒有任何牽連 而同樣的名字也出現在 民進黨立委劉建國 選立委與縣長時的捐款名單 當時很喊冤 只是同名同姓 陳建仁的態度是相當高傲的 所有的問題都推給馬政府 推給個案 說不是系統性 我陳建仁做得很好 我民進黨政府好棒 但當今天出現了民進黨的金主 那是真正讓蘇丹宏流入失眠 而且偽造SGS檢驗報告的人的時候 請問民進黨現在難道要噤聲 不說話了嗎 民進黨官員捲入十岸風暴 看守內閣政策最嚴格 還是難免刮田裡下 台灣民主基金會董事長慣例都是3月左右上任 但董事會直到現在都沒舉行 立法院長韓國瑜也無法上任 民進黨也被開酸是輸不起 一張過去的例子蘇嘉全接董事長是在3月23號 游錫坤則是在3月5號 現在輪到韓國瑜了 時間快3月 但是卻連董事會都還沒開 作為我國惡鬼外交 過往慣例都是由立法院長接任的 台灣民主基金會董事長 如今卻因為董事會聲聲慢引發卡汗疑律 尤其基金會預算不用審查 也被質疑成了民進黨率有有的小金庫 翻出民主基金會預算 其中養山文教基金會董事 還是時任董事長的游錫坤 到國前進基金會董事是身兼基金會董事的 民進黨前副秘書長林飛凡 就連游錫坤公子游炳陶 擔任董事的台灣簽手基金會 也也漢施文集申請 新科立委沈柏洋的台灣民主實驗室 則拿到40萬 相較之下民眾黨補助只有36萬 也被開酸是肥水不落外人田 補助那一舉不必顯 還不必清 而且你翻開很多的補助相關的內容 真的都是一片綠油 民主基金會在整個民進黨的主政下 是變成綠油油的一個小金庫了 我以前也接過台北市政府的案子 那他們也可以說那是不是柯文哲在偷偷養我 難道這些是問題嗎 如果是問題的話 選他們的教授乾脆都抓起來說 全部都是1450 全部都是民進黨在養的學者 這樣聽起來不太合適吧 王鴻威也比較國民兩黨財報 國民黨獲得1100萬補助 民進黨則可能來自其他補助款 收入1700萬 卻沒有明確揭露 也被開轟是黑箱 沒錯 過去幾年民進黨領的補助 真的比國民黨的多 根據相關規定是依各政黨 在立法院裡面的席次 也就是政黨的比例 來去做相關的分配 現任的代理董事長 是吳釗燮外交部部長 吳部長早已經拜會過韓院長 韓曼的失明民主基金會 原力由跨黨派的立法院長 擔任尊重相關改任的安排 就怕慣例被打破 藍銀錠 台北市長掌握安任內 第二度參加228紀念活動 以台北市長的身分 再次表達對228受害家屬的歉意 強調未來北市府 會公佈更多的史料 只不過場外也還是不太平靜 身為台北市市長 我要深深為當年的228事件 再一次表達誠摯的歉意 以市長的身分 向228受害家屬 道歉台北市長蔣萬安任內第二度參加228紀念活動 沒有搬出蔣家人身分 倒是強調這個部分 我會整理台北市政府所掌握的資料 能夠出版的我們整理出版 能夠布展的我們來推出特展或常設展 市府面對228的態度是完全公開 說面對228歷史絕不逃避 但也有人不領心 一度跟警方爆發推及衝突 沉抗團體無力著也是去年228突襲蔣萬安的那群人 今年捲土重來警方嚴陣以待 還找來228受難家屬幫忙 為什麼大家要這樣忘了 你們有想到我們家屬的心聲嗎 邀城抗團體不要模糊追思焦點 警方圍起三層人牆 難道是蔣萬安要求要確保去年突襲不會重演 重申自己沒有這樣要求 台北市警局也說警力配置跟去年差不多 大約出動200名警力 只不過有了去年的經驗 就回警察們全都繃緊神經 外界相當關注各黨在2026年的選戰布局 向立委黃國昌日前就證實 2026選新北市長絕對是選項之一 對此有資深媒體人認為 國民黨可能會樂見黃國昌參選 詳細內容交易記者劉婷婷 民眾黨部分區立委黃國昌日前說 他其實不排除在2026的時候 可能要挑戰新北市長的大位 此話一出當然也會引發質疑了 接下來對於2026的縣市首長的選舉 是不是在部分的縣市 會陷入所謂的撒喀都的情況 那這個對於藍營的沖啟到底有多少 當然也讓很多的國民黨支持者非常關心了 不過我們就來看到媒體人黃耀明 他日前就點名了 其實國民黨可能是樂見黃國昌來參戰新北的 來看到一下在接下來的這個選舉 黃耀明就分析了2026年的選情 其實國民黨在四個縣市恐怕很危險 這個四個縣市就包括了像是南投 苗栗 竹線 以及彰化 而且他說其實接下來藍白合不合 還是未來四年的關鍵制 而且國民黨恐怕在接下來這個選舉當中 要有心理準備有可能會掉至少五個縣市 反觀綠營這裡恐怕還是鐵板一塊的狀況之下 所以可以看到如果民眾黨派人參選 會拉低在野陣營的支持度 所以恐怕就會複製2024年的撒喀都的情況 但是撒喀都恐怕有沒有辦法 能夠不要在雙北重現 這個或許是有一個可能性的 我們來看到他認為雙北不是這樣的狀況 因為其實2022北水選舉就算是撒勾的狀況之下 其實國民黨那個時候也不是有執政優勢的 但是還是順利的讓蔣萬安拿下了首都 而且他說其實民進黨在新北市的部分 可能會派蘇巧惠來選新北 而且在現在這個時間點來看到 新北市長後遺 即將要卸人的狀況之下 到底誰有可能是他最有可能的接班人 這個人選到現在其實是還沒有明朗的 所以如果黃國昌真的能來選新北 在一定程度上如果能達到 所謂的藍白河的狀況之下 瓜哥也知道其實黃國昌他不只吃年輕選票 而且過去他立場也是比較親綠的 反而有可能瓜分到綠營的選票 這樣子對於藍營來說 也可能是好事一件 立法院八個常設委員會將在明天舉行召委選舉 日前傳出國民黨團釋出善意 有意要禮讓一席召委給民眾黨團 來應人士透露或許交通委員會 未還委員會有機會讓出 立法院要在29號舉行召委選舉 不過傳出國民黨團有意要禮讓民眾黨團一席召委 黨內人士點交通委員會或未還委員會或許有機會 我從來沒有個人的意見 黨團怎麼規劃我 我就尊照黨團的意見去做 陳雪生認為不一定要第一個會期就當招委 林國誠回應沒接到黨團指示 但若藍營禮讓他會感恩 但同委員會的藍委堅決反對 我想在這個招委選舉上 我個人目前還是先支持我們資深的委員 陳雪生來擔任我們交通委員會的招委 當然目前我來講還是要尊重 明天早上黨團大會的決議 不只交委會有委員反彈 連未還都是 2月1號會到立法院就職 未還委員會國民黨團擬推王玉敏擔任招委 但國民黨團這個會期著重的法案都在未還 私下了解王玉敏還跟黨編復婚期討論過 他沒意願要讓出招委 直到目前為止 明天要確定招委 但目前並沒有這個招委的推薦的招委的同意書 通知單給本黨團 民眾黨的委員如果是第一次當立委 一下子接招委 議事規則程序都搞不清楚 我想還有大家還要深入考慮 想要給白鷹的善意 國民黨立委背後反彈聲浪 一波接著一波 而蔡英文總統任期即將屆滿 有調查就統計出蔡政府執政時期最忍民怨的政策 再請請聽告訴我 總統蔡英文任期進入倒數階段 來看到網路上的TPOC的台灣議題研究中心 就整理了過去一年蔡政府的一些十大政策的排行榜 不過我們大家就要好奇了 到底哪一項政策是最惹民怨的 來看到這個聲量排行的第一名 其實就是跟大家非常相關的行人交通安全政策 這個總聲量是來到8.6萬則 不過恐怕對蔡政府來說不是個太好的事情 因為它的負面聲量其實是比正面聲量還要高的 而且對於這個政策的滿意度其實只有0.28 為什麼可以看到台灣其實過去希望可以洗刷行人地獄的罵名 所以才推出了這個行人交通的行動更領 不過也看到當時的執法的情況 其實讓很多的民眾惹碰到了一些麻煩 包括像是這個執法是不是過當的問題 所以就引發了很多的民怨 因為不僅是影響到了交通 也讓這個交通大打結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負面聲量是比正面聲量還要高的 另外其他來看到這個十大政策當中 還有其他三個政策 同樣也是負面聲量比正面聲量高 包括了排行第二的這個落實教育平權 拉近學費差距以及第四跟第五的最低公司法 還有平均地權條例等等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就其他的六項政策倒是正面比負面聲量還要多 就包括了排第三這個打造永續 夠好地方創生計畫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總體來看 雖然十大政策當中有四個是負面多於正面的 但是大部分還是正面聲量比較多 所以蔡總統在最後的這個執政的時間裡面 她現在的滿意度也是達到超過五成的 除了關心政治話題之外 有些國內外大小事掃一下我昨天的QR Code 下載TVBS News App 讓你所有的訊息都可以不露解 立法院國民黨團的優先推動方案當中 有一項是要把大陸籍配偶獲得身分證的時間 從六年降到四年跟所有的外配日期一樣 認為這樣才是公平沒其事 但有醫師在網路上就發起連署反對 說台灣基層醫護人數都已經不足了 降低陸籍入籍陸配的入籍年限 只會讓這狀況更嚴重 大家都是外配姐妹為什麼會用不同的方式去對待這個拿身分證的年限 2016年陸配聚集在立法院高舉歧視不公標語 因為他們取得台灣身分證要六年 其他國家只要四年 國民黨團優先法案當中就喊出要朝下修制四年方向推動 現在也要有標準一致的標準 所以當然我想目前我們國民黨會推動這樣子的一個方案 完全是站在這樣的一個立場 並沒有所謂的說像執政黨講的有什麼其他的考量 其實這案子早已是老案重提 當初藍綠雙方無共識 最後表決通過民進黨版本維持六年才可以 立委考量國安和醫療問題 更有醫生發起連署 在醫護之間的討論就引起一個問題 就是說大家覺得主要是兩個面向 喊出自己聽到的基層新聲 照顧本國人人力都不足了 杜醫生發起的連署短短一天就接近三萬人 台灣目前自己的醫護其實不管是健保總額的部分 就是支出占GDP的部分 還有就是我們的互併比這些待遇的部分的改善 都還沒有看到 雖有國安醫療種種原因 但對單純嫁來的陸配來說 應該只想問為什麼就我不一樣 而大陸漁船翻覆造成兩死案 海巡署跟陸方代表團經過九天的協商 始終沒有共識 外船周三要開會 但最後雙方還是沒開會 記者倒是目擊大陸代表外出散心 還跟記者玩起了躲貓貓 媒體手術帶突倒了大半天 海巡署人員沒現身 到時28日下午3點 陸方三位核心代表出沒旅館大廳 但無論媒體怎麼問 主任你們要去哪裡 主任你們現在還會帶協商嗎 都是閉口不談 泉州台辦副主任李朝輝 近江紅十字會秘書長曹榮山 顧問許維瑋 三人上車後和媒體玩起了躲貓貓 下車走進東門菜市場 腳程很快努力融入其他民眾 記者們一路跟著走了 將近20分鐘 但三人快速坐上公司站旁 等待經營的遊人車輛 成功甩開媒體 看來兩岸原定桌三要進行第十場 並門會議沒開 三人到時有空逛起了金門 而據消息指出 雙方協商後將改為用書面致歉 目前有在內部討論 如何把想表達的文字更加理想化 另外有消息指出 我方同意把兩名罹難漁民遺體歸還 對此金門地檢署表示不便說明 但就在同一時間 金門海邊出現 疑似是中共海警船緩慢的形勢 對外媒體聲稱海警編隊巡查 常態化將是不可逆拽的結果 更激發了大陸網友情緒 就是未來我們的海警在金馬部分 在這種灰色衝突地帶 那執行勤務的時候 可能的確就需要有更多的智慧 以及更謹慎的這樣一個態度 這所謂的新常態持續考驗 指示政府以及未來的新團隊 TVBS新聞 華正孫 王韻婷 劉婷婷 台北之門採訪報導 針對這起事件已經延燒好幾天了 根據平面媒體的報導 傳出海巡私下會議已經拍板 不會道歉 因為認為一切執法沒有問題 如果因為政治壓力而道歉 那以後都不用執法了 我們的政府應該趕快 跟對方溝通 碰到這麼大的事情 完全沒有動作 只有四個字的評語 不可思議 四個字不可思議來回應 畢竟在他任內和對愛溝通 就像撥通電話一樣簡單 而現在金門漁船事件 雙方還是搞不定 就平面媒體報導說 海巡內部開會官員定調 認為不覺得該道歉 也不準備道歉 如果道歉以後 海巡都不能執法了 還進一步補充 12點47分的時候 雷達征禍不明目標 12點52分 進入限制水域 通報確認是無名船快艇 上方有起網機 確認是越接於船後 如果接近會先廣播 但都已經進入了禁止水域 就會升高作為 對方拒見開始亂竄 最高速度達40節 換算路上汽車約74公里 執法過程碰撞難免 但如果蓄意撞擊 船隻不可能這麼完整 對此海巡署表示 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 不方便多做評論 道事國台辦公開發聲 批評管閉林 在這件事上很冷血 海巡署也發聲明 嚴正駁斥說管閉林主委 對本案是不偏不倚 全面檢討 盡力協助絕非冷血 這不是惡意壯傳 也無涉政治 呼籲國人理性 這次是美國正傳 台北什麼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